探龙第五百六生五章 这东方家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 之前杨子想拉拢人手的时候 曾盘点过江湖上的出名人物 那就是一王二贤三疯子四天王 五指六臂七大恨 八路封尘九大气 但在这批人之前 老一辈的江湖上也有一个排名 叫做一毒双帝三座山 四海五龙六目虎 七凶八恶九连环 一毒是赖药老 双帝是日月双帝 三座山已经归了贺连家 霸王将楚无俊死在风雪眼中 剩下的人死得死隐得也 死得就没必要提了 但隐的那几个之中 凑巧有一个是五虎之一 也就是东方云霞的父亲 叫做东方木 而这个东方木 和杨子的爷爷杨其修 还是好朋友 两人惺惺相惜 相互帮助 当然杨子并不知道这层关系 东方木此人 少年称名 天赋极高 二十岁那年就被称为 青城苍龙 在六门之中 隶属天灵一门木系一脉 但又不是出身正统 而是木系一脉的外传弟子 所以身手虽然高绝 但却并不能做 木系一脉的长令 所以干脆自己远顿 青城山 自称门户 想自称门户是谈何容易啊 别的不说 天灵一门木系一脉的人 就不会同意 结果去了几拨人 全部被东方木打得灰头土鳞 逐渐没人敢去青城山挑衅了 而且东方家族势力极大 东方木亲兄弟两个 一个叫东方林 一个叫东方森 还有个妹妹叫做东方采言 另外堂兄弟还有五个 东方木是老大 为了自己的势力 也为了东方家族 东方木就开始教自己七个弟弟 一个妹妹 而这七个弟弟 一个妹妹也是牛逼 在东方木的调教之下 全都成了高手之中的高手 但这八个家伙 远没有东方木那门凶话呀 有了本事之后 在青城山唯非作歹 在江湖上也是凶名远扬 也就是所谓的七凶 那个东方采言 也就是拔鳄 也就是说 老一辈的排名榜上 东方家一家就占据了九戏 势力虽然大 但名声不好 东方木这个人还互断 对弟弟妹妹们所做的恶事 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由于七大恶太过作孽 终于引上杀身之祸了 惹得日月双地之中的何卫道 因为什么事情不清楚 反正惹上了 别看何卫道 后来在深山之中 一副慈祥和爱的模样 年轻的时候 也不是什么善男仙女 和莫问天直接杀去了青城山 一场大战 东方木三兄弟全部身受重伤 五个堂兄则全部死在日月双地的手中 东方采言 由于不在家 反而是免去了一切 随后杨祁修及时赶到 杨祁修和日月双地是有交情的 不然的话 日月双地也不会听他的话 去快活林镇守四十年了 杨祁修从日月双地的手下 救下东方木三兄弟的命 这一战之后 东方木才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更明白 自己就算苦修一辈子 也没那个本事 找日月双地报仇了 从此万念俱灰 兄弟三个隐居清城不出 也就成了后来的清城三老 也许是盛极必衰 上一辈子兄弟太多 小一辈反而凋零了 也许是恶事做多 造了报应 东方三兄弟被日月双地重伤之后 丧失了生育能力 东方采侠倒是没事 只是后来啊 报仇心切 练功走火入魔 坏了脑子 做事有点风风火火的 而且女生男相 可以用丑来形容 又有武功 凶悍泼辣 一直连婆家都找不到 后来还是杨琪修帮的忙 求赖药老出手一致 但是也没治好东方三兄弟 只好留了药方 让他们长期服药 东方林和东方森性格火爆 服用一段时间就放弃了 只有东方木 一直按赖药老盯住 服用药物治疗 结果一直快到六十了 终于有了一儿一女 没让东方家断了香火 这可算是老年得子啊 兄弟三个挂了个妹妹 就这么两个孩子 自然也就成了东方家的宝贝了 男孩子就是最近声明确起的东方云书 女孩子就是李怀峰那未过门的媳妇 东方云霞 实际上按照辈分算 杨子得叫东方云书一声孤 只是东方云霞老年才有这么一双儿女 所以东方云霞的年纪要比养子还小上一两岁 东方云霞本就是女孩子 又是最小的 在家不但父母宠着 两个叔叔也宠着 姑姑宠着 哥哥也宠着 从小就养成要天上星星 不给月亮的臭毛病 从来都没吃过别 但在武林饱散这件事情上 不但吃别了 还眼看着自己的心上 被杨子打压成那副可怜模样 之后他爆出自己家名头 希望能找回一点面子 又被杨子和金玉珠直接无视 这让他如何能忍呢 所以东方云霞回到青城山 立即向四个长辈告起状来了 将杨子和金玉珠 直接说成抢散杀人 无恶不作的大奸大恶之人 而且他背后还有个李怀峰呢 李怀峰知道 东方牧和杨子的爷爷是有交情的 也知道东方家和日月双弟有仇 特意点了一下 所以东方云霞在东方牧面前 绝口不提杨子的爷爷是杨七修 只说杨子是日月双弟交出来的 东方牧原本还是有点理智的 也知道自己女儿是个什么脾气 但一听到杨子是日月双弟交出来的 顿时怒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 东方家差一点就被日月双弟灭门 这个仇恨虽然一直压了多年 但那是没有机会 日月双弟镇守快活林四十年 就从江湖上崛弃了四十年 他们就算想找也找不到 现在日月双弟的传人出现了 如果说东方三兄弟对日月双弟还有点顾忌的话 那对他们的传人可是一点顾忌都没有 所以东方牧立即传话给李怀风 绝对不能听命于杨子 东方家全力支持他 势必要击杀杨子 李怀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有了东方家的支持 立即联系赫连春水 赫连春水那对杨子也是恨之入骨 两人一排即合 赫连春水又联系上已经养好伤的李匡兰 李慌兰在礁石谷被杨子坏了大事 还差点死在杨子手上 能不恨杨子那才怪了 三方迅速组成了联盟 您刚才说探龙 下集更精彩